你要辞掉工作 哦 爸爸终于被炒鱿鱼了 不是不是 是我自己不想干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广志竟要主动辞职 听闻的母子俩则在一旁安慰为其舒缓心情 此时的双叶商事的大楼里 广志接到了以前同事吴里的电话 原来是老同事调职高声地特意过来报喜的 要知道当年吴里是跟广志同年出道的 现在吴里都去别家当上经理了 广志依旧还是双叶商事的万年鼓掌 偏偏这时候部长还在这时过来添堵 这份计划案给我重写一次 当天下班后广志就拉着窗口去喝闷酒 本是想通过喝酒解解心中的郁闷 结果因为窗口这酒鬼的胡话 使得广志更难受了 但很快就有一则报纸新闻引起他的注意 要当董事长就叫广志 调查董事长的名字之后发现 叫广志这个人的名字最多 到家后广志直接说出了想要辞职的想法 先前那则新闻激起了他沉寂多年的雄心 广志不甘心继续做那苦命的上班族 他想要出去自主创业成为董事长 但却被美牙误以为广志跟同事发生不愉快 他也没有第一时间否定辞职的事 而是将酒拿来让广志借酒精吐出心中的不快 美牙和马铃薯则默默地充当听众 如果说你当了董事长 我就是董事长夫人了 不得不说美牙是懂得怎么幻想的 而广志的想法是开间玩具模型店 只因这是他小时候最大的梦想 但美牙却认为这样太古无聊了 既然要开就应该开一家可爱的咖啡店 还有特别从巴黎空运进口的红茶 跟自己做的好吃蛋糕 哇 真是太美了 接着广志还问起了马铃薯的意见 怎料这家伙比美牙还要异想天开 说着说着美牙不知几杯酒下肚了 等广志想阻止时他已经开始说胡话了 即使是家庭主妇的美牙也有不少压力 在他宣泄的同时父子俩压根不敢说话 而广志也没有了聊下去的欲望 最后这安慰酒会反倒是给美牙开的